青京醫療領有理十年 康博集團記號的康博五紅醫學精色 正是正軍台南 為南臺灣的民眾 帶來鼓拼新會跟五紅醫療的服務 我們集團在預防醫學已經22年了 那也很開心現在有機會來到台南 那我們最主要是做預防醫學 希望所有的人不用進急診室 希望所有的人這一輩子都可以不用臥床 大家健康幸福都可以做好一百里 康博台南精色是一團體 台北 生徒 台中了後的第四間婚姻 十四月開幕醫生 搖車市長安慰鐵 立委凌鑽恆丹廷 議員羅勤讓李克尉一起國際貴賓 一同啟動健康的收費 用精電氣 健康一路 台南人品 飲料健康 台南市民朋友們還有所有的好朋友們 在健康的路上又找到新的助手 那這個助手是最有利的康博診所 不管是在心血管 不管是在健康醫療上 其實對於現代人的文明病 康博診所都有很好很好的醫療團隊 來為大家服務 康博集團不僅地理在提供 有一個醫療服務 還有這支路行企業社會指令 中規模好待受益 專屬官 讓紅豆老人 獲利基金會 五準的當事長表示 工業和主線是實現 康博集團的計劃和理念 想問這個股東可以提升企業 工業意識 主治社會 回規社會 為我們台灣的民眾 帶來警察便利 在專業 身費和武宏醫療服務 記者中四位 蔡鳳博德